我们掌声欢迎 那么现在呢 在那个徐博士讲话之前 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可以再从我们两边的走 就是楼梯下来慢慢的将我们大家的提问单 给收集过来到我们台阶 因为等一下就要进行那个答疑的部分了 谢谢 好 谢谢丹妮 谢谢各位来宾 刚才徐博士其实谈到了很多中医 古老的药方 确实有很多方面的文士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两个例子 好 第一个例子 其实刚才徐博士也提到的 黄药水 我们就来看黄药水 好 这个书上记载了 我简单念过去 那药水发出很农业的黄气 拔牙石把药水瓶开打开 从外面隔着腮帮子 对着坏牙 让人戳几口黄药水的心 药水都没 都没怎么消耗 盖起来放那儿 从灯里摸出一个火柴棍来 一边讲着他的药 一边拿火柴棍 对着牙一拖牙 牙去查牌 也不痛 该有血吃 也不出血 好 这个是 在书上记载的 其实刚才徐博士提到很多很多这些 在点击上记载的 但是这个可能点击上没有明确记载的 但这个东西存不存在 我们在 可能在座搞不好有一些老一辈的 年岁大的 可能都有经历过 不同的方式来拔牙 这个方式大家看起来很悬 但存不存在 我们很 还很幸运 其实知道台湾还有 在台湾还有 但是呢 我们却不能让 这位牙医来献身 因为 这是刚才提到 前面整个制度 整个法规 让这些东西 不失传也难 事实上 我们为了想去 探寻这一个 这个奇数 我们到那个牙医师诊所去 去拜法之后 牙医师 就不愿意出来跟我们看 是他的夫人来接见我们 跟我们谈了一点 这些东西 但是不想去离开 他尤其不希望我们知道他是谁 所以今天 大家今天录影 我们不会讲名字 所以 我们也不会讲 讲台湾细节 但是 我们有见证人 我们一个工作人员 他就是 曾经在那个牙医诊所 他刚才那时候比较早期 现在还做这个 立刻被抓起来了 他现在就是 我因为这次赶我的牙医师诊所 Gotta 删的 你 因此